以下节目是由卓越财富集团 Jenny Chen NBA赞助播出 在这一节的商界综合 我们将会探讨警觉房地产的 加建改建的盲区 那我们今天身边呢 有两位嘉宾 那首先呢 我想观众朋友很了解 很熟悉了 就是卓越财富理财的 副总裁Jenny Chen 那Jenny呢 他是NBA金融和信息管理的硕士 那他呢真的是得奖无数啊 刚刚在今年的8月呢 在杜拜呢 荣获了国际金融理财的白金奖 然后在9月份呢 又在法国呢 荣获了National Life的全美第一 和最高总裁奖 那另外呢 在今年的10月呢 他刚刚呢 就在佛罗里达州呢 就是荣获了百万元桌的 Top of the Table的顶尖顾问奖 那同时呢 他也刚刚加入了国际百万元桌的 U.S. Protection Committee 那真的恭喜Jenny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 就是建筑师 Kenneth赫 两位好 米拉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呢 非常感谢湾区的 各位新老客户的 这个大力支持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有一位贵宾 也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Kenneth赫先生 那他呢 是这个美国职业的这个建筑师 同时呢 他也是毕业于密西根大学 UCLA UC Berkeley的这个建筑的硕士 同时呢 他也在Stanford大学 一直在做研究 那他呢 本身呢 是在这个 市政府 像Atherton 或者是 Paraoto的这个城市的基查师 今天呢 非常高兴 这个贺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在我们的这个 作业人生财富 解码的这个节目呢 今天我们就来跟贺先生 还有跟米拉一起谈一谈 这个就是房屋的 加建改建 重建的一些 就是盲区也好 这个是误区也好 那这个贺先生 最近呢 我看到有一个报道 就是说在那个 南加州发生了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来讲的很有趣 就是说 他是指一个这个 就是华裔的刘先生 他花了200万 去重建一个房子 但是呢 这个豪宅呢 在第一天建成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缝 这房子呢 就有点下限了 那从此呢 这个刘先生呢 就开始了 一个旷日持久的 跟这个建商的一个官司了 那去年呢 这个官司呢 这个法官裁定呢 是建商赔250万 给这个就是刘先生 但今年的话呢 出现了转机了 就是说因为这个建商呢 他说是因为刘先生 不准他们去重新修补这个房子 所以的话呢 现在正在喷顶中间 那到底你觉得是应该是谁的错啊 是 杰尼谢谢您今天给我的机会 跟米娜 跟大家一起谈谈这个问题啊 在南加州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那边的气候啊 各方面地理条件 跟我们是蛮接近的 所以我在想 一栋建筑我常跟人家提到一个状况是 跟你买辆车子不太一样 你去买车子的时候 这个车子是原厂出来了 它一个完全的一个品质管制 各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 比较稍微比较控制比较紧一点 可是一栋建筑物的话 你从开始设计到施工到 如何把所有的细节 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状况 似乎是说 这个它的结构上 或者是它的地基没有做好 我想房子是 应该是from the ground up 如果你这个地基没做好的时候 它上面一定会有裂缝 那你想它这个电线啦 水啊这些东西 还有瓦斯管 跟建筑的安全有非常大的关系 是 所以我想难怪这种工程 如果一开始去这个有纠纷的时候 会拖得非常久的 我想很麻烦非常麻烦不容易处理 所以找一个好的工程公司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找一个好的工程师 从头到尾 是的 因为现在最近湾区 我们这个房价这个就是一直在攀升 我想呢我们很多的homeowner呢 也在考虑怎么样加建改建 那这个呢很多人都去这个city 想去拿这个就是permit 同时的话呢有些屋主呢也正在进行这个加建改建重建的过程 有时候呢也抱怨这个建商呢 有时候是什么超工超时超费用 这个是非常大的烦恼 那另外呢对于有些建商来讲呢 他们也是有点有苦难言 他觉得我明明是做得非常好的这个精益求精 但是这个屋主呢就是说你出资滥造 那这么多的这个就是房屋的这个加建改建的这个纠纷 那作为您是这个市政府的一个这个稽查师 您觉得在稽查的时候 一般的重点和关键在哪里呢 其实如果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光是听Jenny把这个问题来龙去脉分析的 我说不愧为一个这个百万理财 或千万理财的这个专家 讲非常清楚 因为我常觉得因为我们常说建筑这个投资 是一个capital driven 很多的你时间精神金钱完全进去的 所以你开始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序列性重要性 把这些东西一定要思考得非常清楚 把它列出来 那再来一个就是您刚刚也讲到另外一方面是 建商如果要跟业主配合的话 业主如何能够用最清楚的方法 把他的要求和诉求说清楚 那所以两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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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约或者是甚至一个共识 大家才能把事情做好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沟通很重要 沟通非常非常重要 要有要有彼此的互信力才可以 对 这样的话收分是从头开始那绝对是不停的 还有呢我想问一下请教您 就是在一个建筑的这个工程中间有一个部分是非常的重点 就是工程的付款 对 在一个不短的这个工程中间哪几个是一个里程碑 怎么样去付这个款怎么样减少这样子的纠纷呢 好我那就简短回答 那么通常任何一个工程的款项 是我想像两百万工程 或者甚至一百万工程在湾区非常非常多 那么您开始时候会付一个底款 可是在每一个分期在付你的款项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我通常是建议如果屋主不要绝对超过付这么工程的进度 那么然后还有记得是每一次在付款之后 一定要签一个他们讲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lien 就是把它的所谓能够追溯权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这个所谓总包的这个承包商 他要付材料钱 他要付给下包厂商 我们要记得他们能够付给这些人工钱 如果你不付给他工钱的时候 这些事情全部都会归回到业主身上来 那你这个房子盖好之后 你实际上你真正拥有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比率 还会不去欠债累累 因为你在承包商的这个付款没有做好 所以一定要把这东西先了解清楚 我多为一些专业 多去请教一些专业人来做这些事情 是我想我们大家都谈到意犹未尽 这个房地产的加建改建重建 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那幸好有我们的专家在这里 那我们卓越财富集团将和这个就是贺先生呢 他一起我们来做讲座 如果观众朋友对这方面的非常感兴趣的话 那我们讲座的报名电话是18772538288 18772538288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卓越人生财富解码的系列节目 我是作业财富集团杰尼倩 这边是贺先生 非常感谢杰尼和那个Kenneth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